他说,我起初认为 教会所需要的是更多启蒙的教导 但如今我确信 教会所需要的是传福音 各位小驴居读书会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 推广教育处长 讲道学的老师 刘信之老师 今天要为大家导读的经典书籍是 苏格兰神学家复习式的名著 灵魂的祷告 在这一集当中 我们要来介绍作者 以及这一本书主要的特色 这一本灵魂的祷告是2018年11月 由台湾校园出版社出版 这一本经典著作影响许多的牧者 或许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对复习室感到陌生 但你们知道吗 复习室许多的著作 包括这一本关于祷告的著作 深受许多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弟兄姐妹 所喜爱的牧者们 他们的喜爱 包括魏勒德 包括毕德生牧师 也包括提摩泰凯勒牧师 毕德生牧师为这一本书写了引言 他说了一句话 每一个祷告的人最终都会遇到某一种困境 我们需要神学家的帮助 对这些肯祷告并且愿意继续祷告的人来说 神学家是不可或缺的伙伴 而复习室的这一本书 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伙伴 为什么这一本书叫做灵魂的祷告呢 那是因为祷告是灵魂的工作 也就是出云我们的灵魂对上帝的确信 更胜于对自己的确信 这是作者在这一本书当中特别提到的 现在就由我来跟各位介绍 复习室是谁 P.T.Volces 复习室他是苏格兰的神学家 他是1848年出生 1921年过世 他1848年出生在英国的苏格兰 1869年得到了苏格兰亚伯丁大学的文学硕士 并且他获得了第一等的荣誉 也就是当时他是以第一名来毕业的 由于他非常心仪德国的自由派神学 所以他在1872年的时间 他特别到德国非常有名的大学 戈亭根大学 受教于当时自由派神学的大师 利赤尔的门下 复习室离开德国之后 他回到了英国 在1876年到1901年 长达25年的时间 他投入了牧会的现场 复习室刚回到英国的时候 因为他秉持自由派神学的思想 加上他特立独行 当时英国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大家的服装都是非常的庄严肃穆 并且传讲的信息 也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认为正统福音派的内容 可是复习室 他不仅是传自由派的神学 不相信圣经的启示 而且对罪论跟救恩论产生质疑 另外一方面 他每次上讲台 他穿的是格子的毛泥裤 以及打着鲜红色的领带 正因为这些做法 还有他在讲台上所宣讲的信息 使他当时回到英国曾经一度受到正统福音派教会的排挤 但是没想到在幕会一段时间之后 他的生命经历了重生 他的信仰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也就是在牧养现场 他遇见那一位为他钉死在十字架并且复活的耶稣基督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根据他的字述 他提到 有一段时间 我热衷于科学式的理性批判 我在古典思想跟哲学的学术训练当中长大 我把这些学术习惯就用来解释圣经 正因这样的做法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我就对他越加的着迷 但幸好我并没有被囚禁在封闭的学术象牙塔 我无法把讲道跟牧养当成学术来追求 我无法把我所做的一件事 只把它当成是一件学术的嗜好 我会一直密切地注意生活的实际层面 不把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生活 以及对他人所应付的义务跟责任之外 我在思考我该如何回复信徒的怀疑 哀伤以及忏悔的时候 我不可能不先深思我的话 所带给他们的影响 我无法用冰冷的方式来回应 他们所关心的事 而上帝乐意 藉由他在圣经中恩慈的启示 让我看见自己的罪 这样的看见是如此的沉重 急迫跟扎心 于是我从一个基督徒变成信徒 从喜欢谈论爱变成一个领受恩典的人 在这里我稍作解释 他指的是从一个在人看来基督徒的身份 变成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 他说我起初认为 教会所需要的是更多启蒙的教导 跟自由派神学的思想 但如今我确信 教会所需要的是传福音 他在1895年被授予 英国苏格兰亚伯丁大学的荣誉神学博士 1901到21长达20年的时间 他成为哈克尼神学院的院长 现在这间神学院已经不在了 因为后来并入了伦敦大学的神学院 所以1911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神学院的院长 他在1905年也曾经当选 英格兰跟威尔斯教会的联合主席 从生的经历使复习师一生 即便持续投入在学术的研究 孜孜不倦地写作 但是十字架跟福音 却成为他灵性操练的健身房 以及神学思考的望远镜 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提到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这一句经文深深地烙印在复兮士的心中 使他不管是在教导 在讲道 他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他就是从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去建构他的讲道神学跟祷告神学 而我今天这一集介绍灵魂的祷告 就是他生平三十几本著作当中 最有名的其中一本 在灵魂的祷告一书当中 他提到 祷告需圆云十字架 救赎和释放都涵盖在祷告的本质当中 在1899年 他受邀到美国的波士顿 国际会议演讲 最后会众是以站起来 齐唱荣耀十架 In the Cross of Christ i Glory 来回应他的信息宣讲 傅希氏是一位神学家 他谈祷告并不是先讲求应用性 而是本质性 若不清楚祷告的本质 我们会带来错误的应用 祷告本身就会反映出我们的信仰 这也是傅希氏非常强调 一位神学家必然是一个祷告的人 而有信仰的人 也必然会成为祷告的人 祷告会反映出 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 有关于这一本书的作者 跟他的特色我先介绍到这里 下一集我会继续介绍 这一本书的主轴脉络 我们下一集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